在國一北上兩百五十二公里處 上午七點多 發生了一起火燒車的意外 有一輛自小客車在路間起火 大量的濃煙影響了車輛的視線 緊消也趕往現場滅火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有一輛自小客車 陷入火海 火勢相當的猛烈 大量的濃煙竄生影響了外側車道行車安全 而火燒車的地點是在國道中山高 北上兩百五十二公里處 自小客車在行駛中突然不明原因起火停在路間 消防隊接獲民眾通報之後 立刻趕往現場滅火 火勢在二十分鐘之後撲滅 所幸沒有人員傷亡 至於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需要進一步的調查 助理的感受 後來